用散着头发你肯定没法戴 然后呢是一些口红 先跟大家说几个Holica的唇釉 这个唇釉呢 是我在微博上看那些 彩妆的博主种草的 当然就是采雷了 Holica这个唇釉 我之前买过他们家 就这个爱心的 我就不是很喜欢 我给忘了 我这次一被人种草 我又买了桑根 都不是很喜欢 它是那种亮亮的质地 它上嘴不是很亮 又不露面 就是一个不伦不类 然后黏过垃圾的 就还有点遮嘴 然后就有点踩雷 颜色也不很好看 就浅垃圾的 然后又不够浓郁 我就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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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特别不喜欢 跟那个福气的那个A03 简直是没法比 就是一个全智贤 和一个我之间的区别 然后买了一个 这个是什么牌子呀 就是这个UHU1 我之前推荐过 他们家高光很好看 然后买了一个唇釉 这个唇釉非常的好看 桃花的颜色 这个颜色 偏一点点豆沙 没有那么的鲜亮 这个颜色上嘴 非常的显白 我今天这个口红 已经是涂得比较深一点 我没法给大家叠 然后之后 我会出视频给大家看 这个颜色 非常的好看 就是那种 很气质一点的 桃花的颜色 然后它上嘴 会很显嫩 在显嫩的同时 又有一点点气质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你显得太焦嫩 不就没有气质吗 这只就是 大家都可以涂 就如果你想选一只桃花的颜色 然后又不想太焦嫩的话 可以考虑这只 因为它是比较暗一点 然后比较有气质 然后这只是ZNN的C03 之前我发过一组 穿蓝毛衣的那组 在商场照的图 然后很多人问我唇釉 然后跟大家回成那个语集的了 我说错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因为最近我这个牌子在混着用 然后我记错了 这应该是ZNN的 它就我今天嘴上这个颜色 我后图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这种 踪踪的颜色 非常的好看 它就是这种踪踪的颜色 就是比较偏深 然后配合这种 橘一点的三红啊什么的 然后配合了 稍微重一点修容 会显得很欧美 然后如果你把脸画的比较白的话 它也是特别特别显白 而且这就是质地 是那种纯泥的质地 就是跟intu又很像 在我看来它是不干的 我之前跟大家推荐的 利盟 利盟那个S01和S03 都非常的好看 但那两支 确实会有拔干的现象 但我能接受吧 它就是任何东西 只要是好看 我就都喜欢 但是这一支 它就是不太会拔干 然后显唇纹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我最近鼻也有点烦 大家可能听我说话 鼻音比较重 大家多包含一点 另外大家刚才拉近 可能看我最近嘴又有点歪 是因为我之前打的那个嘴 慢慢的薄鸟酸下去了 所以歪一点 大家就别太见谅 我先跟大家承认 我就嘴外眼鞋 所以大家也不要喷我 然后是买了一支 这个YSL的202 这也是双十一清单里 跟大家说我要买的 然后湿色我会放在边上 它这个颜色呢 是有一点那种 猪肝红的颜色 稍微稍微发一点点棕 就是有一点点铁锈红 这支上嘴也是非常的好看 就是你暗一点的皮 大黄皮 我觉得都是可以用的颜色 然后上嘴亮亮的 我特别喜欢YSL方管的 这种亮亮的这个系列 非常非常跟大家推荐 然后这支之后 我也是会上嘴 跟大家汇报的 然后大家别着急 大家等一等我啊 因为最近就是要拍逛吃 然后又要拍感受双吃 又要拍购物分享 对